女儿离奇失踪 父亲感到大事不妙 但失踪时间太短还不足报警 他只好慌忙询问女儿的钢琴老师 但钢琴老师疑问三不知 但他一直会转给女儿上钢琴课的钱 女儿也表示他学钢琴很有趣 这说明女儿一直在欺骗他 父亲的弟弟倒认为 女儿只是和朋友翘课出去玩了 但他根本不了解女儿有什么朋友 只好暗图所记 终于摸索到疑似女儿闺蜜的电话 也许女儿就是在山上 才没有及时回复他 但坏消息接踵而至 父亲在第二天睡醒后得知 女儿根本就没去露营 得知消息的父亲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距离他失踪已经过去了数十个小时 这下必须得报警了 探员主动找到他 希望得到女儿的更多信息 父亲终于想起登陆女儿的脸书 但他不知道密码 终于在离世妻子的邮箱中 通过了女儿脸书的认证 发现了他的众多网友 然而看上去活泼开朗的女儿 却活得这么孤独 父亲不断地询问有谁约他出去了 每天女儿都是一个人吃饭 从来没有和朋友一起 显然 尽管女儿的网友不少 但没有一个真心朋友 不过弟弟给父亲提了个建议 让他灵光一闪 于是父亲找到了卷毛妹 他们一起去参加过读书会 虽然气急败坏的父亲 质问卷毛妹女儿到底去哪了 但他也和女儿不太熟 只提供了另一个女儿常上的网站 上面只有女儿分享的生活照 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 就在父亲如无头苍蝇一般焦虑不安时 探员搜查到了女儿的监控 他驾车往城外开去了 探员还得知女儿一直将钢琴课的钱 存在银行账户中 眼看账户已经注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父亲在另一个社交账号上 发现一个男孩经常评论女儿 但通过男孩的社交主页显示 他是个不良少年 成天吞云吐雾的 看起来面相也很凶 父亲对男孩起了疑心 拨通了他的电话 质问他在女儿失踪的晚上干嘛了 面对父亲的咄咄逼人 男孩只说自己在忙 不过父亲寻找线索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男孩只不过是去参加了演唱会 听着探员汇报给自己的新进展 父亲更是摸不着头脑 女儿办了假证后 将存款转移了 根据探员说 这是当地不良分子洗钱的方式 不过父亲信誓旦旦地表示 自己很了解女儿 他绝不会做坏事 也不会一声不吭就离家出走 很显然 父亲还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他发了疯似的 再一次搜索了女儿的社交账号 这一次 他发现女儿一直喜欢做直播 在直播中和粉丝们互动 分享自己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 在女儿的直播间里 有一个经常光顾的忠实粉丝 叫炸鱼薯条 他的社交头像显示 他是个年轻的女服务员 父亲在直播回放中 发现自己的确一点都不了解女儿 炸鱼薯条是女儿的知心好友 但他和女儿的失踪 似乎并无关联 但父亲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线索 那就是一片湖泊 湖泊不仅出现在女儿的生活照和直播里 而且距离探员提供的路径显示 湖泊距离女儿停车的位置相当接近 这下父亲叫醒探员 要去湖泊边一探究竟 但是父亲找到了 女儿遗失的钥匙扣 仿佛预示着女儿遭遇了不测 第二天一早 新闻就播到了这场失踪案 女儿的车在湖底被发现 不过女儿并没有被发现 但也凶多吉少了 失踪案很快引起了各方媒体关注 甚至登上了热搜 不仅有大量的志愿者前来搜寻 探员也在快马加鞭的破案 但女儿已经失踪四天了 只是在这关键时刻 天气变得糟糕起来 下大雨对于山地来说 是有极大的风险的 所以搜寻工作被迫暂停 不过让父亲含心的是 不少人开始怀疑 是他对女儿缺乏关照 有家庭内部的矛盾 才导致女儿离家出走 引来各方键盘侠的唾沫 之前他挨个询问过的同学 还假惺惺地表明自己是女儿闺蜜 以获得流量和同情 她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一时间谣言四起 这场失踪案成了作秀的平台 人人都自倒自演 成了草台班子 父亲本就被女儿失踪的事 弄得心烦意乱 这下更是被逼得要动手打人 然而他的不理智 让探员把他踢出了搜寻小组 父亲跟倔驴一样 自顾自地继续搜索女儿的消息 他终于发现 女儿和弟弟都喜欢同一个冰球队 他按捺住要骂弟弟的心 发现了弟弟和女儿的聊天记录中 有大量的露骨话语 不堪入目 但弟弟却在此前 表示和女儿并无太多往来 难道弟弟对女儿做了什么 这下父亲把怀疑对象指向了自己的弟弟 所以他装上了摄像头 邀请弟弟来家中开门见山 弟弟好像被问猛了 支支吾吾的 弟弟甚至记不起 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什么时候 于是父亲采用了激将法 在弟弟面前 大声念起了他和女儿的聊天记录 弟弟的神色难堪 但父亲又开始不理智了 对着弟弟就是拳脚并用 最终弟弟吐露了真相 女儿是来他家西奥 这才有看起来不正常的聊天 父亲指责弟弟不像个好叔叔 但弟弟反过来指责父亲 一点都不懂得关心女儿 他甚至不知道女儿为何不去上钢琴课 父亲其实一直都没有 和女儿好好交流过 但是父亲的忏悔已经没用了 因为已经有歹徒自首了 歹徒声称自己杀害了女儿 但歹徒却提前自尽了 心痛的父亲只好接受了这个结局 把女儿生前的视频都传给了丧葬公司 然而父亲却发现 丧葬公司的海报上 赫然显示的是炸鱼薯条的照片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员 但之前探员已经和他表明 他查过炸鱼薯条的资料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服务员 父亲联系他后了解到 他只是一个平面模特 这下父亲感到探员不对劲了 他经过询问得知 探员是主动接受这件失踪案的 而且在探员的旧罩里 有一张是和自尽的歹徒合影的 父亲联系警方 一起在女儿的葬礼上 抓获了探员 被抓住的探员只好表明 自己的儿子就是炸鱼薯条 因为从小暗恋女儿 但在编造了一系列的谎言后 塑造了一个有着悲惨绅士的 女服务员形象 探员儿子没法收回谎言了 但女儿善良地相信了他 将存下来的钱会给了他 所以在探员儿子企图尾随他 告诉他真相时 女儿却因需要精神紧张 对突然出现的探员儿子感到害怕 开始了正当防卫 打给父亲电话却没有接通后 女儿却被探员儿子 失手推下了悬崖 于是探员帮儿子探盖真相 引导父亲误以为女儿被歹徒残害 值得高兴的是 在探员儿子推下女儿的悬崖下 真的找到了女儿 正是之前阻碍了搜寻的大雨 才给了他一线生机 努力生存到现在 这真是皆大欢喜 女儿在恢复了身体健康后 克服了心魔 重新报名了钢琴课 他和父亲的关系也逐渐好转 唯有体贴与关怀 才会让父女更珍惜彼此 父亲也终于道出了柔软的心声